王菲和张伯芝的身材 谁比较好 请作答 他要去打发我的先生吗 不是 他在哭耶 他在哭 没听见 好 来 再来一次 发现再问一次吧 请问 王菲和张伯芝 谁的身材比较好 你醒来啊 王菲和张伯芝都是华语乐坛的重要代表 同时也活跃在影视界 王菲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出色的唱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而张伯芝则以其多才多艺的表演能力和时尚形象备受瞩目 但现在的张伯芝在娱乐圈并没有新的作品出现 王菲也基本处于半退圈状态 他们一直都是靠着一些新闻之类的被大家关注着 王菲 谢霆锋和张伯芝三个人的感情纠葛 是娱乐圈时隔多年谈起来都会津津乐道的话题 张伯芝当初凭借喜剧之王走红 一句话的魅力让她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而从小就展现出唱歌天赋的是王菲 她逐渐成为了当今的天后 每一张专辑都取得了巨大的相受成功 在谢霆锋还没与张伯芝结婚之前 谢霆锋便在两个人之间犹豫不决 彷徨不定 感情像蓬乱的麻绳一样缠绕不清 谢霆锋最初是跟王菲在一起 后来分手了就和张伯芝相恋一段时间后分手了 分手后的谢霆锋又回去找了王菲 经过了多次分分合合 吵吵闹闹 王菲最终选择嫁给了李亚鹏 谢霆锋在王菲与李亚鹏结婚不到一年后也娶了张伯芝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段复杂的三角恋关系会彻底结束 他们会各自回归家庭 没想到谢霆锋和张伯芝的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王菲和李亚鹏也离了婚 如今谢霆锋和王菲又走到一起 不得不说真是太梦幻了 张伯芝自从与谢霆锋离婚后 她也没有一蹶不振 俗话说得好 女性为母则刚 她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所有责任 赢得了网友们的赞誉 张伯芝今年43岁了 独自带着三个孩子 她表示从来没有觉得孩子是负担 对于她来说孩子就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是她前进的动力 为了抚养孩子 张伯芝拼命赚钱 脸上的皱纹也慢慢凸显了 眼角眉梢已有不少皱纹 尤其是十分明显的法令纹 虽然有妆容的遮掩 但面部轮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 松弛 但反光54岁的王妃 如今的她在爱情的滋润下 每每出现都像极妙灵女郎 从奢华汽车上走下来时 她展现了真正的时尚达人风范 气场非常强大 天后就是天后 身材保持的也相当不错 面对镜头时的样子也非常自然 很多人都表示看不出王妃50多岁了 谢霆锋真是好眼光 虽然王妃因为本身特立独行的性格 给人感觉她很清高自傲 她的个性表现总有一种巨人之千里的样子 既然无法类同于大众 便会产生隔阂 形同路人 时间一长 很多人便讨厌她 但其实在圈中王妃拥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比如刘嘉玲 周迅 奈英等 而张柏芝因为漂亮好妈妈的标签受到很多人喜爱 但张柏芝在圈内这么多年 朋友却很少 很多大咖对她的评价也一般般 这差距就很难评 不过对于这两位女神小编都很喜欢 我很欣赏王妃的洒脱通透 敢爱敢恨不做作 我也佩服张柏芝的坚强勇敢 孝顺父母 爱孩子 人生有千百种的活法 婚姻也有千百种的状态 一个女人 要想在婚姻当中幸福 必须要学会成长 希望我们既能拥有王妃爱人的能力 又能学习张柏芝对家庭的珍惜 我们既能学习张柏芝对家庭的珍惜 我们既能学习张柏芝对家庭的珍惜